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除了我们的YouTube频道之外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 收看 我们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你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真正的独立 让独立媒体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的报道 今天要来谈这个主题 其实这个主题让人家非常不开心 当然我们的题目通常都是让大家没有办法好好的开心的去了解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想很多如果你关系NGO的朋友应该会对这些事情记忆犹行 就是在5月10号的时候 在发生在台中这个新复发这个公司 他的铁架掉落 砸到了这个台中捷运造成的许多乘客的受伤 那其中一位乘客林淑雅也在 在当场也就死亡了 那他一直掉在这个车厢底下过了51分钟才被发现 那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因为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公安意外 世界而林淑雅 也是在台湾在很多的社会运动社会议题上面 你都会看到非常努力的身影 那可是事情发生到现在 究竟有没有人这个 被究责 或者是究竟有没有人负上行政 或是法律相关的责任 或者是说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经过一个很好的检讨 那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 或是会降低发生的几率 我想说我们特别要去关心的事情 所以在7月10号跟8月8号的时候 有好几个NGO团体他们分别到了 这个台中也在台北召开记者会 要要求这个台中市政府能够 公开一些重要的档案 然后也要求 这个台中市政府应该要负起责任 可是虽然台中市政府后来也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 不过这些NGO团体却认为 这个是一个卸责的报告 他也不愿意去公开 真相是一种掩饰真相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来针对这个议题来进行讨论 今天在节目当中 就跟大家邀请到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会长 屠宇宇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议题 会长你好 观察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谢谢宇宇的这个来参加 我想要先请教一件事 就7月10号跟8月8号的时候 你们曾经召开了 记者会来 针对这些事情来有一些发言 可不可以稍微简单一下 你们这两场记者会的内容 是 好是 其实在7月10号那场记者会 其实我们大概 筹划的时间 大概只有 几个礼拜而已 那最主要是说 关心 苏亚 然后同时也是苏亚的好朋友 许多摄影界的朋友们 在苏亚 就是事发后满期 7749天之后 我们有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讨论 那我们觉得说 这么样一个荒谬的一个事情 然后 到 这么久的一个时间经过了 可是却没有任何一个机关 提出任何一个像样的说法 那所以我们觉得说 我们有这个必要性 去主动出击 那所以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 我们就先到了这个事发地点的这个捷运站 然后在事发当时的12点多 然后透过捷运 搭着捷运 搭一站搭到市政府去 在市政府前面开个记者会 那当时我们的诉求非常的明确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 市政府可以去 公开的 就他 从事发到7月10号 将近6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调查 然后希望说台中市政府可以给一个交代 那很遗憾的 那在这个7月10号 过了将近两个礼拜以后 7月25号当天 那市政府终于在市议会 几个议员的一个推出之下 然后提出了一个 就是510事故的一个 检讨的一个报告 那可是我们更遗憾 甚至也愤怒的发现说 这个报告其实 台中市政府 他可以说是一个 就是 怎么说 他去 收集了 台中捷律营公司 然后或是收集的部分 少部分 新复发的一些说辞 然后就来把这些说辞 拼凑起来 综合的来回应 台中市议会的 议员们的一个询问 那对于自己的有哪一些责任 则是 资质未提 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那或者是说 一定要讲有回应的话 他的回应就是说 目前这个案件 已经进入了就是 检调调查的一个阶段 侦查的阶段 那同时我们目前 这个也有运输事故 调查法的规定 有运安会 委员在调查中 所以说在调查有结果之前 台中市政府就不就事故的 发生的原因 做任何 所以你例如说他连基本 自己的行政上面 有没有疏失 有没有他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也不做回应 是 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回应 他就只有在 他提到就是说 整件事情可以从交安 交通的交 然后还有就是公共安全 另外还有就是 劳动者的安全 这三个面向来加以检讨 他把议员的询问 归类成这三类 然后这三类相关的问题 他都把它给 七描淡写的 写成说 这个哪个部分是由终结该负责 哪个部分是应该由 新复发 或是由新复发 所委任的这个报商来做负责 这样子 那他们要各自负责什么 有讲吗 就没有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谁要负责哪个大象 但是大象你的戏目 就是不清楚的 他大概就只有去 把这个法规相关的规定 给陈述出来 比方说 有塔吊工程的时候 那要做这个交通维护的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的提出 应该是要由承包商负责提出 提出给交通局 那交通局再转给终结 这个就是他回应的责任的一个方式 刚刚讲的是一个举例的说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 对于说塔吊的这个安全性的维护 台中市政府 我们待会再来继续谈这个报告 不过你刚刚提到的是说 他们连自己有哪些行政疏失 并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但是他分门别类的 说两个事项是归谁要去管理 谁要去处理 那些其他相关待会 会不会做出这些 更进一步的报告 其实我们也不确定 也不知道 没错 他大概就只说 要依照法规的规定 那这些 各自相关的机关 或者是相关的 厂商 该付 什么样的一个 法律有怎样的一个规定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对 那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有人受到 惩处吗 不管他是行政责任 法律责任 或是政治责任 有人因为这件事情 受到什么样的惩处吗 或者是说 这个事件发生的 当下 一直到现在 你们觉得在整个处理的 程序上面 先不谈这个调查报告 在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什么样的瑕疵 或是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是 我们其实觉得 最大的瑕疵 应该是在于说 就是固然 这个案件 进入了检调的阶段 固然这个案件 由运安会 来做交通事故 运输安全的一个调查 但是这不代表说 就是市政府 可以在 行政责任的追究上面 就可以先 躺在那边睡觉 对 不能够说 就是 因为毕竟 对于检调来讲 他们追究的就是 刑事责任 那刑事责任的话 其实我 我很坦白说 其实我也是一个 过去也曾经是一个律师 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案件 这当然包商会有他的责任 他并没有去真正去面对自己该有的问题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是说就是 目前有没有任何人付出任何的责任 那就我个人目前所知 至少在 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上 所谓公务员的行政责任可能就是 惩戒或是惩处 是没有 没有任何的公务员因此而受到 惩戒或惩处的一个要求 那顶多可以说的就是说政治责任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说中杰的董事长有换人 那中杰的总经理 如果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 也有这个讨论换人的一个声浪 对那所以说大概顶多就是说在 把责任对于台湾市政府来讲 认为说这个是你 中杰公司应该要负责的 那他负责的方式就是 我的人选要重新做一个检讨 也就是说他似乎认为说 我的责任目前为止就只有到 中杰的 就是经营管理的人选的选任监督上 我可能有我该要去 去做的更好的一些地方 对于台湾市政府来讲 他可能是这么想 但是对台湾市政府也会不会 其实我的调查报告都还没有完整的做出来 我怎么知道我要负什么要行政责任 是 其实这个问题就变成说有一点就是 就是正是因为如此 台湾市政府就更应该要 更 积极的去把他行政方面的调查给做出来 因为其实725的这个报告 他在很前面的章节 就有开中命运的讲 讲说市政府经过了内部的行政调查 然后从交通安全 从就是公共安全 从劳工安全 这三个面向 分别就议员的寻答回复如下 他很明确讲到说他可以做的就是行政调查 事实上他也做了行政调查 所以说市政府不能够以说 就是现在有检调介入 现在有运安会介入为理由 然后来泄免掉自己 原本就该做的行政调查的责任 这个是从他自己的回应 就可以很明确看出来的事情 只是我们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行政调查是远远不足的 那就像这个洪生汉委员在8月8号 记者会当天所提供的这个发言稿里面所讲 我个人也非常认同 台中市政府好像把自己的角色 把它限说在就是一个总机 就是现在这个民团 现在就是 有这个市议员有要求说 我们台中市政府要做调查 好那我作为一个总机 我就转介给不同的单位 小冲局说一说话 然后终结说一说话 然后新复发你是不是该表示些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对那对于自己该负的这个责任 包括说这个法律以及 地方自治条例的一个执行 有没有问题 或者是说 如果执行真的那么完美没有问题的话 那难道规范上没有该去检讨的地方吗 就是比较立法的层次 没有该去检讨的地方吗 那台中市政府针对这件事情 都没有做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就算这个孕安会的报告也好 检掉的这个侦查也好在进行中 也都不妨害不排除台中市政府 就这个部分来进行检讨 才对啊 那可是他却完全都没有 错过相关的一个 就是对我们的诉求任何的回应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在 8月8号有第2次记者会 最主要的运用 另外一个在这个报告里面 我很好奇的是 就是 淑雅 因为这件事情毕竟是出了人命 那这个人命当然不是只有刑事的责任 我们刚刚讨论起来也有所谓行政的责任 我很好奇的是这一件事情 就是淑雅 掉落到这个 这个车轨那边 然后到了51分钟之后才被发现 里面有提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想 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好奇 不论是我们是不是他的朋友 我想说一般人讲说 天哪怎么会发生 难道都没有人知道 然后没有人去 看到有人掉下去吗 看到掉下去没有马上去把他 救起来吗 有提到这件事情吗 那你一直提到说 这个报告里面是避重揪心 甚至是协证 你自己认为 或是你们认为 这个报告里面有哪些是该说而畏缩的 是 该说而畏缩的部分其实 蛮多的 应该是说从我们7月10号当天所要求要公开的资料 来讲 那里面有包含到说 像我这边有可以看得到的 包括说 就是从法规的层面来看 就是终结公司他应该要平常就应该要准备有所谓的 紧急应变的计划 然后所谓人员训练的计划 定期演练的报告 训练结果的报告 定期检查的项目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市政府本身有没有一些 监督检查执行的记录等等 对那但是这一些 就是 就算没有我们民团在外面呼喊 其实本来台中市政府他都应该要去公开这些资讯 才对因为这些资讯都是依照捷运法规 包括说中央的包括地方的 地方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义务去做 相关的一个提出或检讨 那当然因为 这些报告可能会直接就指向了 就是 俗亚这件事情 这个个案里面的法律责任 可是反过来说 不能够因为这个通案性的资料 有可能会影响到 就是 某些人 甚至包括台中市政府在内 个人的责任 然后就以这个有个案在调查中为理由 推托部提供 对所以我们就是认为说就是台湖市政府就 该把这些事情给交代出来 却没有交代出来 另外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就是 当然这件事情有它很公共的面向 就从刚刚我所提到的 可是不会言的 当然它也有很私人的面向 因为俗亚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所以说就这个究责的部分 确实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那消息非常的乱 其实到现在我们也都还不知道说 媒体的这个报道是不是确实 就是俗亚是不是真的 就是50分钟之后 然后才被发现说 原来在轨道上 所以是不是真的50分钟 也不知道 也不清楚 对 然后或者是说 甚至 如果说是50分钟的话 那以俗亚的伤势 当初是不是 其实还有救 对 还是说就是真的 是真的随便50分钟 然后延误了他的救援的时间 然后另外就是说就是更直接的一个问题 怎么好好的人坐在监狱里面 会掉到轨道上面 对 那我记得就是网路上有一个 就是黑色的笑话 我不想适不适合在这边讲 不过他大概是这样子讲 下列哪一件事情最不可能发生在台湾 一 在海外捕鱼的时候被飞弹打到 二 开计程车的时候 然后被这个 飞机给A到 现在好像可以多了一个 坐捷运的时候 然后会被 这个三面工程的这个 吊背给震出车外 对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苏亚这个事情 那当时坐在捷运 坐在那个车厢的 那一节车厢的旅客有 好几 十个以上 那为什么就唯独苏亚 会被在轨道上发现 其他的并没有这个情形 到底有没有 录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那其实我针对这个问题 我有特别去注意 台中市政府7月25号 所提出来的报告 那台中市政府的言下之意是说 应该是说终结 他转接 转接终结的报告 终结的报告里面是说 就是他能够提供的画面 都已经提供给检调或云安会了 对 那也就是说 他也有提到说就是 事故当时的录影画面 也已经透过媒体播送 也就是说 言下之意似乎是说 我们能够看到的画面 确实就是这样 那我们其实没有从那些画面里面 能够特定出来 当时在第一节车厢里面 惊慌失措的乘客们 哪一个是鼠亚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朋友 能够找出来说哪一个是鼠亚 这样子 对 那所以是不是很有可能 鼠亚他的最后的声音 是没有被录到的 那如果没有被录到的话 总有一些就是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 可以去 例如说访谈 对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他做在什么地方 然后可能会 做在哪个地方 或受到怎样子的一个力量的 一些冲击 然后以至于 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 车门打开了 然后他在门边 还是怎么样 有没有这些可能性 对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 其实 市政府 就算说有个案 他不方便 就是 当场立刻的做一个交代 但他也应该要去 赶快去做一些调查 不过也已经三个月了 对 对 我们其实很质疑的一点就是说 在事情发生之后 台湾市政府 或者终结 他们的 第一要务到底是什么 他们是要去 保留这个 事故如何发生 相关的这些证据资料 至少把它做相关 法律的数据叫证据保全 证据保全 还是说就是 赶快把这些 事发的这个 状况 这些残片等等 收拾收拾 让捷运可以马上去营运 对 那我们就是很遗憾的 我们会觉得说 怎么看好像都是后者 就是台中捷运好像只是想要赶快 复运 复旧 赶快让他可以通车 赶快让他通车 可以营运这样子 所以其实就是 事发的现场其实是 无法重建的 就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都过了三个月 三个多月了 我想 时间越久越难被还原 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的气愤 跟不解 就是 终结也好 台中市政府也好 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前 是不是也应该要针对类似像 万一还有 就是不要一模一样 就是有类似的一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 更周延的一个讨论 跟更周延的一个规范 如果也许在整个行政程序上面的 各式各样的小失 或者是整个行政程序上面 它的不足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调查 才能够公布 我觉得可以理解 可是事情发生的当下 其实他没有办法 立刻理清 这位让人家觉得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疑惑 因为 他也许就是 真的没有拍到 他没有拍到可能是我们的 摄录设备的不足 那摄录设备不足 那要不要 之后是不是没有 马上 补上来 或者是能不能有一些补偿 所以他就是一个改进的方法 可是有一些东西是可能要长期的 这我可以懂 可是有些是短期 他可以做的 那 那应该是可以做得出来 这会让人家觉得 比较疑惑的地方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的请土会长来跟我们谈这件事情 因为 他们一直在要求所谓的资讯公开 为什么资讯公开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哪些单位要资讯公开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们在一开始也提到说 苏雅德这个身亡 其实 不只是一个公安事件 我们看到很多的NGO团体 甚至总统 也颁布了这个包养力 很多NGO团体 都发文去悼念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 这么多人要去怀念他 他对台湾的贡献跟意义 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 �号 回合 ately 那 一 一次 中文字幕 你 要回来 资讯市场 欢迎再次回到 参户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参户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影哲 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 真意性事件背后 让我们要值得再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也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大家可以常去 公共的官网来去了解 我们所报道的一些 重要的社会事件 当然也期待你可以 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民众公众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 走得更远更好 今天要跟他谈的这个议题 就是在5月间 发生在台中的这个终结事件 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 这个新复发的 这个在工程师做的时候 造成了这个终结被塔架砸到 然后也多人受伤害 包括林素雅女士的这个死亡 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这个台权会 台湾人权处境会的会长 图余颖 余颖你好 那官司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余颖 刚刚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 也跟我们做了一些说明 跟解释这些公民团体的一些看法 那我们当然在上段的节目当中 也看到我们看到 很多的这个公民团体 期待应该要究责的部分 应该要真相的部分 其实并没有很清楚 那当然公民团体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要资讯公开 你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政府要资讯公开 要公开哪些东西 哪些单位应该要公开什么样的资讯呢 是 对就其实 如果从学理的角度来看的话 所谓的我们台湾有的资讯公开 最主要的法律叫 就是政府资讯公开法 那这部法律其实当初是相当程度的 是去引戒美国的FOI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所以说如果执意的话就是自由 资讯自由法 对 对那其实就是说 我们认为说就是要让这个资讯是自由的 资讯是充分流通的 那民主才有意义 对因为如果说是资讯封闭的话 对于人民来讲 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他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或判断 对那也就是说 资讯公开其实是人民有的 甚至可以说是对于政府苛责的最后手段 对因为就是我们有这个 透过议会的组成 有立法权来监督行政 然后我们有司法权来做 这个政府是不是有相当为师的一些审判 对那但是这个立法权这个有时而穷 对因为就是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 能够被完整的被立法委员所掌握 就算立法委员掌握了 也可能会有所谓的立法部门的失灵 甚至怠惰的问题 那所以对于公民社会来讲 要去监督政府除了说 透过选出议员选出立法委员 然后来监督以外 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去 请求政府来公开相关的资讯 对那我们其实依照现在的规定 政府资讯公开法它把要公开的资讯分成 可以说分成两类 一个是应公开 也就是说政府没有采量的空间 它就是只要符合这个规定就要公开 那哪些资讯是应公开的 那除了说一些很基本的 像是这个机关的位置联络方式以外 那另外呢就是可能大家比较 比较跟我们这个案子比较有相关 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 如果说是涉及到就是政府机关上级对下级 或长官对属官的一些就是一些指令 对他如果说法律的术语的话 就是所谓的行政规则 特别是解释性裁量性的这些行政规则 有义无要公开 政府不能够裁量说我不公开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 当然还有所谓的得公开的政府资讯 那这个就是由人民去向政府申请 那依照政府资讯公开法18条的规定 其实这些所谓的得公开的政府资讯 它也是要以公开为原则 以不公开为例外 也就是说如果说政府要不公开的话 它必须是要符合法定 就是18条第一项所定的那一些 就是豁免公开的事由 比方说如果公开的会不利于犯罪的侦查 如果说公开的会不利于就是行政内部意见的行程 或说不利于隐私权 或说国家机密等等这类的因素 才能够做不公开 对那所以我们认为说像 蜀雅的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很遗憾的是说 台中市政府作为就是事发地的主管机关 然后它到现在已经是三个月了 都没有提出一个像样的解释或说明 那所以对民团来讲 很自然而然想到的问题就是说 那好歹你该公开的要公开吧 比方说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就是 有关于这个捷运的运作 必须要去准备这些应变计划 演练的报告 然后必须要做了这个定期检查的项目 然后台中市政府有没有定期的去检查监督执行 它的记录是什么在哪里这些 那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它是属于一种这种 检视性财产性的行政规则 它是应公开的项目 就我们很难想象说台中市政府 竟然都没有去公开它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一些就是包括说 事发的经过那些就是市政府的一些 行政责任的这些厘清 不管是人员的部分还是事情的部分 那就算说它不是属于刚刚所提到的行政规则 那我觉得当人民团体有去做这个请求 去请政府来做公开 其实政府也应该以公开为原则才对 要如果说政府真的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话 那不是更应该要把这个事情 这个真相揭露给民众看吗 那所以说我们就会觉得说台中市政府 好像在闪闪躲躲 就是没有把自己就是该公开的这些资讯 向人民来做交代 那这个对于整个民主社会的苛责 其实是一个很负面的教材 所以这些东西都还不清楚 所以我们要要负责什么 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干嘛 然后问题是你自己又不先把它公开 又不调查清楚 所以有点在不断的鬼打墙 那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拖延战术 会不会拖久了 大家都忘记了这件事情 已经三个月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当然还是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讨论 因为它不是一个好朋友的死掉死亡 而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安全 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公安事件里面 去找到它背后的一些问题 就像你们提到的是 这不是一个个案 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为什么你们会觉得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性的问题 那它跟整个台湾政府最近这几年 包括我们看到 几年前的这个台铁事件 我们很多的公共工程 都是不断的转发 不断的转报 或者是很多的一般的建设 也都是类似的这种做法 那这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吗 对 当然有 就是我们如果从工部门的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台中捷运很明显的是 就是台中市政府要提供给台中市民 或说就是潜在的任何到台中去游玩的游客 国民甚至外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给付的行政 那它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行政 它的做法是由台中市政府百分之百持股成立的台中捷运公司 来负责营运 对 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有一点就是把责任给转出去 或分散出去的 因为如果说依照我们这个 完全依照我们国家赔偿法相关的规定的话 那就是台中市政府它并不会针对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维持 特别是台中捷运如果台中捷运公司有一些维持 包括说像我们看到的 是不是在这个掉币掉下来了以后 然后可能还有大概将近一分钟左右的回应时间 可是却没有好好的去回应这件事情 对那如果说有维持的话 依照我们法律的这个推理或法律的逻辑 它也是台中捷运公司的责任 而不会是台中市政府的责任 原因是因为说台中市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公营事业 这个公营事业就叫做台中捷运公司 所以说这个是台中捷运公司必须是要去对 罹难者或说受伤者来负民事责任的问题 那国家责任就就此就切割掉了 对那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 国家捷运公司是政府百分之百持股 对 它的一个荒谬的地方就在于说它是百分之百持股 那所以我们要不要接受说这个说辞说就是 台中市政府它只有针对台中捷运公司的管理人 人选的选任或监督有责任呢 我觉得这个是法律的逻辑是这样 可是如果说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把它给衍生开来的话 就会觉得说这个其实好像是把政府的责任把它分散出去 然后而最后受害的人民却可能是求偿无门 或是说去这个锁责无门 你可能说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它政府该负的行政责任它也就撇清了 对也就撇清了这样子 那另外从司部门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其实像这个案件虽然说这个建案是 这个有新复发建设所推动的一个建案 但是在事故当时执行这个塔调作业的是新复发所委托的另外一个承包商 对 那这个承包商的财力当然远远不如新复发 那甚至对于新复发来讲 就是一样如果说回到很单纯的法律逻辑来做推理 那实际上发生这个损害来执行这个调避的 有构成所谓的刑法上的过失 甚至是未必故意的责任的一定是这个承包商 甚至是这个承包商的这个基层的员工 对 那新复发可以责任就完全退了一干二净 甚至像包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台中市政府所提的那个 7月25号的这个检讨报告里面 他也有提到说就是如果要做这个掉避工程 而这个掉避工程的施作地点是在捷运周边 构成所谓的这个限建范围限建地点的话 那对于这个就是新建的厂商来讲 他必须要提出相关的交通维护 交通管理的计划 那这个交维或交管的计划呢 是由城商提出 还不是由新复发 是由城堡商提出 对 那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来说 就是不管是工部门也好 私部门也罢 那我们的政府或说我们的整个法律体系的做事情 好像都是把责任给分散出去 往外推或往下推 那这我想也是某种程度去反映台中市政府的心态 那台中市政府在我的推理上我会认为说他其实认为这件事情 他想负的就是法律责任 而如果事情被界定在说是法律责任的部分的话 台中市政府也好 新复发也好 很容易在法律责任上面去脱免掉他们该负的责任 因为台中市政府可以说这是终结盖负的责任 新复发可以说这个是城堡商盖负的责任这样子 那可是这个其实非常违反常识 就是我们觉得说台中市政府把台中协议作为他的政绩 然后这个新复发盖了这个房子以后 然后要去销售给消费者要去赚大钱 那可是好处由市政府由新复发来享受 但是最后责任却是由下游的包商却是由终结来做承担 对那我想这个其实就是民团会很在意说 就是政府要做一个全面性的检讨 资讯公开只是第一步 我们要看看说就是到底你做这样子的一个责任的 讲好听是转嫁 讲好听是厘清 讲好听是转嫁 那到底你是不是有把该做的这个责任的分配给分配好 那希望说能够透过资讯公开来看到这些事情 那当然更深层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可以藉由这个要求资讯公开 来逼迫这个市政府来检讨说 是不是未来要去避免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性的 就是市政的一个失灵甚至是怠惰这样子 通常在这种所谓层层外包转包的状况底下 最下游它常常是财力最差 但它责任是最大 所以但是其实在一个常理上面或在逻辑上面是不同 但是因为整个制度的关系 或者是那种所谓的工作样态的关系 是会让这个最重要的角色因此而卸责 这也是我觉得是比较荒谬的一点 回报头来我们再来谈苏雅 苏雅曾经担任过跆拳会的秘书长 那你对苏雅的认识是什么呢 你有跟她有共识接触的经验吗 其实我大概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我并没有真正的跟 容我叫苏雅学姐 没有真正的跟苏雅学姐共事过 那其实应该是说苏雅学姐之于我 就像是偶像跟小粉丝一样 对她大概长我五届或六届 那我记得我当初就是在硕士班第一个听到的 像样的学术报告 正式的学术报告的发表人 刚好就是林苏雅博士林苏雅学姐 那对我来讲非常的震撼 因为就是明明每个字我都看得懂 然后相关的概念我也都听过 我也都学过 可是我却不知道说原来可以这样子来分析事情 对那就是作为一个法律人 甚至是在学界服务的一个法律人 那我总是觉得说就是 法律人常常就是什么说 会有很多人很喜欢去做一些名词堆砌 就是透过一些法律的名词 法律的概念的一些推演 然后去构筑那个学术的高墙 好像说我们念法律就特别厉害 讲出这些名词你们非法律人不会懂这样子 这是法律人的通病或法律人的坏习惯 但是这些苏雅人在苏雅身上是完全没有的 而且是刚好相反 苏雅学姐总是可以用就是最评译近人的语言 然后去描述非常深刻的 非常深色的一些法律的理念 而且可以把它解释得非常清楚 那我觉得更难得的 甚至是我觉得我可能一辈子再也都学不会的就是 苏雅学姐非常的有耐心 而且非常愿意去跟任何的人沟通 那一样是在人权团体 苏雅学姐是我们台权会第一个博士身份的秘书长 那在好多年之后 我等于是有点像是追随着这位 role model的脚步进入胎圈会 而且也现在也当了会长 那我总觉得说就是苏雅学姐她当初在 比方说在热胜案 然后跟这些院民在讨论说就是 就是要怎么样下一步要如何跟政府去讨论一些安置也好 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法律的行动或计划 非常有耐心的去跟这些院民逐一的去沟通 那或者是说就是2007年的时候 司马库斯部落的封岛举木案 这个也是苏雅学姐她的专业 就是原住民的法学 她也是非常有耐心的去跟部落的这些群众 去讲述相关的这些法律的概念 然后我们现在想到的是说要做所谓的文化抗变 那文化抗变的话那当然要非常的去清楚 要能够把原民对于说这种自然资源的 这个利用的一个想法 把它完整的爬树盘点出来 在学理上可能就是短短的两声句话就带过了 那可是苏雅学姐她可以就是非常的认真的去 去探访去询问许多部落的青年也好 期劳也好 对于说碱石漂流木 碱石树木的这样子一个 自然资源的一个情况 对于泰雅族的原民而言有什么意义 非常清楚的去能够把相关的脉络给爬树出来 那我自己后来博士论文也是写原住民相关的议题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我永远的一个榜样 就是要去好好的做沟通 然后好好的真正的去听 弱势者的声音是什么 而不是说好像我们做人权工作 我们就好像是来救你一样 其实不是 其实应该是 要先听听看就是所谓的弱势者 他的诉求是什么 他为什么会被归类为是所谓的弱势 他的需求是什么 他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才有资格去进一步的去谈说 政府该做哪一些改变 这个是从苏雅身上 我学到的最大的一件事情 我想也是他教会我的 就是我永远会记在心里面的一件事情 我想这边这是很重要 就是很多的NGO 或者很多的倡议团体 都会有一腔的热血 然后我要来去帮你 我要去拯救你 这某程度上面也是某种复制的 由上而下的 或是某种精英的思维 可是苏雅就像你刚刚提到 他是一个善于沟通 善于去了解 善于去知道别人的需求 然后怎么样跟他一起来做事情的 这样一个人 甚至我们一起来去对抗这个权威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苏雅一个非常温柔 而且善于倾听的一个特色 特性 我认识他事实上是在热神 应该比较多一点的接触 后来也有一些圆明的这些场合当中 也会有一些接触 当然也知道他是跆拳会的 秘书长 那其实我后来因为他的这个过世 我看到很多的NGO团体 就一直在发 我想说天哪 那俗雅就我所认识的 原来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他有这么多参与了这么多的 这些不同的社运议题 社运的组织 或者是这种关怀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NGO团体 会去发文去悼念他 对 他跟这NGO团体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对 就真的是如同就是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 苏雅除了说在台权会以外 然后在圆明议题上面 也跟许多的圆明团体 有非常密切 非常长期的合作跟交流 那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农运 就是台湾农村阵线 当初其实苏雅也着力很深 那到就是最近这几年 苏雅的这个置业 也有部分摆在还运 就是比方说这个还权会 然后或者是说 再更早起点其实像AI 包括说 苏雅在AI的一些置业跟想法 我自己本能会把它倾向于 把它鉴定成说 跟苏雅后来也担任就是 这个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理事长 是相关的 其实是一个国际人权的关怀 那我也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苏雅学姐曾经有 不是直接对我讲 我是间接听说 那她是提到说 其实就是要谈国际化之前 要先谈在地 或者是说在地化就是最好的国际化 所以就是我们 台湾有很特殊的议题 然后台湾也有很特别的国际地位 但是相对的 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很多 就是能够成为 东亚人权大国的一个条件 对 那我们该做的事情 就是努力的在这些 我们自己台湾人民日常生活 一点一滴 在跟威权 不管是来自企业或来自政府 抗争斗争的过程之中 说累积的这些经验 然后去把这些经验也能够跟国外的 就是相关的组织来做交流 那我想这个 这个是我对 鼠亚的那句话的解读 就是我觉得说 其实就是我们要先把在地的东西 耕耘好了以后 慢慢的可以带向国际化 那就是因为鼠亚她这么多个 她的关怀的面向是这么样的广泛而多元 然后也所以说就是这么多个团体都非常的怀念她 那另外像又有一个 这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或是秘辛 就是其实跆拳会这几年来 一直有想要找鼠亚回来担任我们的职位 因为我们觉得说就是我们 跆拳会在这个大概12年前也成立了南部办公室 那鼠亚她长期在中部在静怡大学担任教职 所以我们认为说她也可以当做一个hub 当做一个中介者 中南部的一些人权的议题 我们很希望能够来仰仗鼠亚的能力 那鼠亚其实她拒绝 她拒绝的理由是说 她觉得我们跆拳会是相对的上轨道 那她作为一个就是人权的倡议者 她的时间是有限的 她觉得说她要把资源时间花在更需要她的地方 那也所以说她后来她把她的这个 专注的地方慢慢转向了 比方向我刚刚提到的环权 或说西藏人权 国际人权 难民相关法治的倡议等等的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些也是我个人非常佩服 就是非常感念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运的精神 哪里人少就往哪里去 对 我最后节目的最后想要用这个吴豪仁 也是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副理事长 同时也是台前会的前会长 她事实上在这一次的记者会里面 她有说了一段话 她说虽然终结事故 唯一泥难者林淑雅 被蔡英文总统颁发包养令 但也应该是史上第一位 史音不明的总统包养令的被颁发者 这个是吴豪仁惯有的一个幽默 吴豪仁他就逐步的去对 逐头的去对照了这个包养条例的 第二条各项的要件 是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得到包养令 他说除了第十一款其他之外 看不出这个鼠亚为什么要被包养 他说除非是第五款的冒险泛滥 忠贞不拔撞烈成人 对我想应该透过这件事 那我们更多的反省 更多的反思 更多的去把这个问题找出来 我想这不是一个朋友的关系 而是一个公共安全的关系 也是公共安全的一个必要的责任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会长来跟我们做分享 也希望我们能够持续的关心这个问题 不要忘了它 我们下次再会 是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